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 于途 这几天我可以用你的手机打游戏吗 比赛要用比赛专用机型吗 你的那个手机刚好一样 我想 可不可以先练一下手 密码是零四二四 自己去贵地拿 于途 你有加高中同学群吗 有啊 我没加 好好奇那些同学现在在做什么呀 我可以 用你的微信看一下他们的朋友圈吗 朋友圈 就是朋友看的 你也是他们同学 用你的微信啊 可以 广告 所有同学吗 完全没动我的点 算了 不懂也不错 赢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还没嘲笑对方苏烈呢 赶紧给我的队友打 走 刚才那么坑 他们都没输我了 我还没输我 为了礼尚往来 我也帮你赢一盘 不如还是看朋友圈吧 我就说说的 我才懒得看 干吗 你不信任我会赢啊 你随意 那我就随意帮你赢一下好了 小柱电话 帮我接一下 喂 俊俊 品牌给你送了生日礼物 还有三个大箱子 我让司机是否搬上来 等一下 司机不太方便上来 你能帮我办一下吗 反正我也蛮喜欢周颖的 嗯 周颖长得也不错 人家才十九岁 年龄都知道 谁赢了 你猜 我猜 你输了 对 我输了 那你提要求吧 你月底生日 想要什么礼物 是你提要求 我们打赌的 要求就是 告诉我 要什么礼物 那我不会客气哦 别客气 太突然了 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 余老师真是太直男了 哪有送离物还问别人呢 难道不是突然拿出来 才是惊喜吗 学赛结束了 再过几天 就是颁奖典礼 你想后求哪些职业选手 做你的队友了吗 我还在想礼物呢 你有什么建议吗 第一人选 天宫 周寅 我还以为你会推荐 洛神的人呢 洛神实力当然很强 那是他们最强的地方 在于整体的配合 好吧 反正我也蛮喜欢周寅的 周寅长得也不错 人家才十九岁 年龄都知道 这几天跟你排位 我在模仿周寅 他常用的英雄 打法习惯 行为模式 等比赛时 你会更加地熟悉他 更容易跟他配合 你在模仿他 让我熟悉他的打法 练习和他配合 嗯 我还模仿了夏雪 你没发现 我想到生日礼物了 送我一个五连爵士吧 我打到现在都没打过五连呢 不过是要你送我的 不是他们送我的 所以你不用模仿他们的打法 因为我更喜欢和你打配合 齐什么 没什么 感觉是个铁所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吵宵 我只是运气不好 所以到现在都没打过五连 哦 那现在开始吧 你先单排 掉三十个星 你先段位太高了 五十星的五人卷诗人 我送不信 我不管 接下来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的代言人乔晶晶 欢迎晶晶 粉丝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网手荣耀代言人乔晶晶 哇 你看 我们代言人的粉丝真的是太热情了 想问一下晶晶老师 这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场馆吧 对 这次来就要打比赛 会不会有点紧张 我从来都不紧张 我的队友可能会比较紧张 我们进去的大场面就是文 那必须的